再來看華人館的地方睡不覺 最近占對佔用電腦 或是把電腦封起來的房子 來進行掛照 因為財政保守規定說 提供公共通行的電腦 才能不用放五歲 有給公共通行 就是有公共利益的成分在 就是給予免稅的優惠 但是如果說有一些屋主 只針對他自己的利益在使用的話 那這種動畫就是要課房屋稅了 消息團出 幾個的店頭龍政官隊 有稀署應叫賓總議會 政府不提倡老百姓 非常煩惱 求房子稅後出稅去 現在生意也難做 你政府現在一直課稅 我們真的會快生存不下去 那如果我是租房子 那房東應該也會再變相的調整房租 那我們就更生存不下去了 電腦稅務究竟 依照在政府規定 電腦車不用扣房屋稅 是依然是提供公共使用為要件 所以包括對放10月 或是放5、6、6、4點 或是日夜開放 晚上放起來都不符合 提供公共通行的減免規定 警察是會依照現場情報裁量 記者綜合報道 昏特威